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亚洲 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头号监控国家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多种手段 对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 网络监控和攻击 中国新能源产业强势增长 电动汽车 光伏 锂电池 呈外贸出口新三样 美国毒气泄露事件发酵 美国环境问题专家指出 事故涉及的只是 众多有毒化学品的冰山一角 日本电费暴涨 部分家庭月电费甚至超过 五千多元人民币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近期美方借炒作气球事件 来操弄中国议题 却故意忽视了一个 人尽皆知的事实 那就是美国才是 全球头号的监控国家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看美国监控的黑历史 美国监听美国公民 美国国家安全局 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 秘密电子监听计划 棱镜计划 2013年6月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承包商雇员 爱德华斯诺登 披露的文件 棱镜计划 接入了苹果 YouTube Skype 脸书 谷歌 美国在线 雅虎和微软的中央服务器 挖掘数据 收集情报 美国政府所收集情报的范围 广度和深度 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 和反恐的需求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 一直在收集大量通信数据 一部分是成百上千万 美国人的通话记录 还有一部分是 代号为棱镜的项目 涉及通过美国一些 最大的科技公司 收集人们的通讯信息 美国监听盟友 随着棱镜计划的曝光 美国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实施的大规模 有组织 无差别的网络窃密 监控和攻击 陆续被揭露 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友 据德国媒体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 每月在德国收集 约五亿次的电话 电子邮件 和短信数据 这一监听项目的范围 远比想象的要大 德国政治人士 马尔特·施皮茨认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留下数字足迹 比如手机GPS系统 透露的位置 联网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美国国家安全局 在没有法院授权令 或具体原因的情况下 记录下这些 所谓的原数据 这是留在互联网上的 我们行为的写照 我们在哪里工作 在哪里买东西 我们写电子邮件 给谁或和谁聊天 我本以为可能这只发生 在某个人 受到特定怀疑的情况下 但实际上 每个人都在被监视 美国辩称这是为了反恐 但遭到德国多媒体 通讯专家的驳斥 我有权控制谁 可以访问我的数据 我在用户协议中 给了脸书这样的权利 但并没有给政府 或秘密情报机构 2013年 棱镜计划曝光后 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一度陷入尴尬 然而美国并未因此收手 2021年 多家欧洲媒体 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丹麦情报部门 曾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 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监视其欧洲盟友 法国 挪威 瑞典和德国的官员 都是这一窃听项目的目标 调查报告称 美国利用与丹麦政府的情报合作 监控了海底的互联网电缆 获得电话 短信 互联网搜索和聊天记录 调查报告指出 丹麦政府在2015年的 一份报告中 就知道这一秘密合作的存在 但没有告知邻国 除了欧洲邻国的政要 丹麦情报机构还帮助美方 监控丹麦本国外交部 财政部军火制造商等 在双方合作被曝光后 丹麦政府于2020年 要求丹麦防务情报局 领导人员辞职 丹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窃听 是不可接受的 2020年华盛顿邮报和德国电视二台 曝光了美国中情局长期秘密操纵的 瑞士克里普托AG加密设备制造商 借此对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监听活动 报道指出该公司行销120多国的加密设备 其实一直是美国中情局的窃密机器 记录显示至少有四个国家 以色列 瑞典 瑞士和英国知道这一行为 或者收到过该项目向他们提供的情报 针对中国 美国的监控从未停止 已经曝光的入2016年 中国在南海有关海域捕获美无人潜航器 2022年 美方对中国抵禁军事侦查次数 较十几年前增长一倍多 美常态化在南海部署大量军机军舰 并频繁冒用他国民航飞机识别码活动等 2022年9月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和360公司分别发布关于西北工业大学 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 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针对中国的网络目标 实施了上万次恶意网络攻击 北京齐安盘古实验室的一份报告显示 隶属美国国安局的黑客组织方程市 利用顶级后门对中国 俄罗斯 英国 德国 荷兰等 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长达十几年的电幕行动网络攻击 涵盖电信 科研 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美国这么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监听 非常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进一步地所谓 巩固和增强美国的全球单机霸权 因此通过对各国这样的窃听 以及收集大规模的网上的信息数据 然后让美国的情报部门可以进一步地 全面地了解 它所需了解的信息 根据美国的自私偏执狭海的国家安全利益 需要来对相关的对象 或者有关的国家来做出反应 这是美国的一贯伎俩 一贯做法 包括在气球问题上美国的炒作 可以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进一步 推升所谓中国威胁论 当然另外一方面 也是给美国现在更加严厉 更加凶狠的对华各种制裁和高科技 卡波兹工程来提供所谓的政治借口和理由 分析认为 长期以来 美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实施大规模有组织 无差别的网络窃密 监控和攻击 美国监听行动的背后 是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 网络安全全球性规则的长期抵制 是美国优先的霸权心态 那美国私物之单的 全球的这个情报信息的监听 它的危害可以说非常广泛 也非常的严重 事实上是对我们说世界主权国家的 一种巨大的侵害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这种监听活动 事实上也是美国为自己的 这个外交和安全战略 来所谓的谋求这种合理性 那在相当程度上 我们说也为美国进一步的插手 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或者其他的有关的这种 秘密的这种颠覆性的政治通谋 提供了工具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世界的稳定 和繁荣发展来说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威胁 据市场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 以电动汽车光伏产品 锂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 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三样 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 前五中国占三席 韩国市场调查机构 SNE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 为1083万辆 同比增长61.3% 交付量前五依次市 比亚迪 特斯拉 上汽 大众 吉利 全球五大电动车厂商 中国占据三席 其中比亚迪全年交付量187万辆 同比涨幅高达205% 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 比亚迪开始发力海外市场 重点布局亚洲 欧洲与拉美 今年1月31号 比亚迪在日本推出了 SUV车型ATO3 正式进军日本乘用车市场 我们希望让比亚迪品牌 在日本逐渐扩大 最终我们希望人们 在听到比亚迪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想起电动汽车 我感到惊奇 这款车价格合理并且可以承受 而且性能还相当出色 驾驶起来也很安静 据日本媒体报道 比亚迪计划在2025年年底之前 在日本设立超过100家经销商 还将考虑在欧洲设立生产线 数据显示 目前在欧洲 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 就有一台来自中国 2022年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同比增长一倍 2022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 同比增长80.3% 中国的能源转型也在加速 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8,741万千瓦 打破了2021年5,493万千瓦的记录 美媒预计 随着关键材料多金硅的价格回落 2023年 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有望再创新高 除了在国内实现强势增长外 中国光伏企业也在加速走向海外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消息 2022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 约512.5亿美元 同比增长80.3% 2022年末 中国新能源企业掀起出海潮 向海外寻找商机 有签了新的一些重大的订单 甚至有的订单 它是一个长期订单 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而在墨西哥首都 这片新建太阳能发电厂 就使用了中国的光伏板 2023年末建成之后 这片太阳能发电厂 将为当地的交通运输系统提供电力 明德比亚迪包揽2022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两名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2022年中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数额 接近3426.56亿元 相较于2021年增长86.7% 创历史新高 另据韩国SNE研究中心数据 2022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包揽了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前两名 当地时间2月13号 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宣布 将投资35亿美元 在美国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新厂将是全美第一家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工厂 采用由中国企业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 福特方面也表示 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的车辆 更适合通勤和本地驾驶 可以快速充电至100% 同样在爱尔兰 爱尔兰电动汽车公司 专门将柴油和燃气汽车 升级为比亚迪磷酸铁锂电动汽车 用于降低企业成本 使用比亚迪铁锂锂电池 我们的操作员不需要进行维护 电池充电速度很快 分析认为到2030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将达到5212万辆 储能行业的发展 也将极大的拉动 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 美国列车毒气泄漏事件 仍在发酵 毒气泄漏事件究竟有多严重 美国环境问题专家指出 事故涉及的只是 众多有毒化学品的冰山一角 伴随着滚滚的黑烟和翻腾的火光 大量致命的有害物质 正从事故发生地 不断地泄漏到周围的环境中 并乘着大气环流向四周扩散 事发现场周围的水源和土壤 都已经被这些有害物质污染 大量的居民开始出现头痛 嗜睡 眼花等症状 不得不开车逃离自己的家园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场事故的余波 很有可能将持续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 当地时间2月3号 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比亚纳县的化学品泄漏事件 被媒体形容为新时代的 又一起切尔诺贝利灾难 当地时间2月3号晚 一列由100节车厢组成 运载着多种危险化学品的火车 在美国俄亥俄州东部 临近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 东巴勒斯坦城 发生脱轨事故 约50节车厢冲出轨道 令人不安的是 事故发生后不久 工作人员就发现 五节装载着压缩绿乙烯的车厢 试压装置停止了工作 其中一节车厢的温度异常 存在爆炸的风险 不久之后 铁路工作人员 对这五节车厢 执行了授控释放操作 将灌装的绿乙烯 释放到事先挖好的坑道中并点燃 试图阻止这种有毒气体 被释放到大气中 从现场的影像来看 事故发生地附近 到处都是滚滚浓烟 甚至在飞过当地的飞机上 都能拍摄到 对流层顶部的巨大黑烟斑块 显然大量的绿乙烯 已经进入到大气循环中 计划并没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事故发生后 当地溪流中 开始出现成百上千的死鱼 绿乙烯化学式为C2H3CL 常温下是气体 也是高分子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正常情况下 它就是一类致癌物 对人体有严重危害 短时间内大量吸入 会导致生物急性中毒 并引发头晕 头痛和肝脏损伤等问题 如果说绿乙烯 本就已经非常危险了的话 那么铁路公司 点燃绿乙烯的这一通操作 不仅没能缓解这迫在眉睫的危机 反倒将事情 推向了更加不可控的方向 如果绿乙烯完全燃烧 得到的化学产物会是绿化氢 二氧化碳和水 大量的绿化氢渗入土地 溶解在水中形成盐酸 将导致土地酸化 极大的影响当地今后的农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俄亥俄州是美国有名的农业大洲 每年出售的农产品价值 都超过100亿美元 在美国国内名列前茅 如果绿乙烯没能完全燃烧 那么得到的化学产物是 一氧化碳 二恶因和光气 其中光气曾经在一战中 被荡成化学武器使用 而二恶因是月战中臭名昭著的 成剂的主要成分 成剂也称枯叶剂 是一种高效除草剂 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为成色而得名 它含有有毒物质二恶因 二恶因能导致先天畸形 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 1961年到1971年期间 为了使越共游击队员失去食物和藏匿点 美军在越南南部喷洒了8000多万生灭草剂 喷洒的灭草剂中有4400万生为成剂 越南政府估计该国有约480万民众曾暴露在成剂中 因此罹患包括癌症 神经损伤 不孕不育等在内的各种疾病 越南红十字会称 在成剂喷洒量大地区 新生儿患病几率远远高于正常新生儿 而很多儿童患有先天性疾病 如皮肤病 精神疾病和畸形 13号 根据拖轨列车的运营商 诺福克南方公司公布的消息显示 拖轨列车上不仅装有剧毒的氯乙锡 还装有乙二醇丹丁米 丙锡酸 以及极脂 乙丁锡等至少六种有毒化工产品 这些是非常毒性和强烈的化工 这些是发生了 而在某些情况下被烧 而可以影响到区别人的健康和环境 这里我们谈论了百分之千斤 各种种类的化工 从上到下 是像是状态的状态的状态 今年以来日本民众陷入了 涨涨涨的恶性循环 在食品等消费品价格猛涨的同时 电力等能源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 民众无奈吐槽 电价已经比房贷还贵了 目前日本正值寒冬 正是取暖用电高峰季 然而日本电费价格暴涨 许多家庭不敢长时间开暖气空调 特别是在北海道等更为寒冷的地区 部分家庭的月电费甚至超过了1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160元 这位居住在北海道札幌市的工月女士 她家1月份用于取暖的电费 就超过了7万7千日元 总电费则逼近了11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632元 上がりましたよね はい びっくりです 全然違い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もう住宅ローンよりも高い金額を払うこと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涨价给24小时不能停电的医疗行业 带来巨大的冲击 電気代ですけれどもどれぐらい値上がりしましたか 3.4億円です うわー 病院が借金だらけになって 本当にですね 潰れてしまうような そういう状況にですね 落ち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ので 面对这种局面 医院专门貼出海報 呼吁医院員工省店 从中午开始 医院办公室会关灯一小时 員工们只能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吃午饭 こんなケーションですか はい みんなケーションます この辺全部 はい 不过涉及到病人的精密检查仪器 必须24小时供電 每台核磁共振仪 都需要配备一个机房 机房的温度 全天都必须保持在20度 仅一台仪器 一年的電費 就高达51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26万1000多元 当院では5台あります 多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非常にですね 患者数も多いですし これぐらいないとですね 患者数のですね に応えられ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年間でも莫大な費用がですね 維持するのにかかっております 尽管電費高昂 但電力公司却面临严重亏损 由于燃料漲价和日源貶值 日本電力公司的资金周转和财务状况严峻 為改善業績 自2022年11月以来 東北電力 中部電力 等5家日本大型電力公司 都相继向政府提出 10%左右的漲价申请 登電1月23日宣布 已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 6月1日起 大多数家庭签约的管制電价 平均上調29.31% 更多內容來看一座素欄 據日本電視台報道 日本偉盜市一家公司 用半年時間栽培出巨無霸蘿蔔 重約30公斤 是普通蘿蔔的30倍大小 日媒稱 這家公司使用酵素 進行蔬菜栽培 酵素有助於植物根系生長 幫助植物長得更加茂盛 顏色更加漂亮 目前世界上最重的蘿蔔 重31公斤左右 该公司計劃向吉尼斯世界記錄 发起挑戰 长度超10米 韓国国内最大的树木化石 近日首次向公众开放 据KBS电视台报道 该树木化石长10.2米 宽1.3米 于2009年在庆上北道 浦象时被发现 作为韓国最大的树木化石 其展现了2000万年前的 半岛植被和堆积环境等 根据年轮和细胞的排列特征 专家推测 该树在成为化石前应属百科 泰国内阁会议 近日通过一项 对外国游客征收入境费用的议案 预计正式生效时间为 2023年6月1号 据悉入境费 包括对通过航空方式入境的游客 每人征收300泰铢 约合60元人民币 将主要用于管理和发展泰国旅游业 该政策同时引起争议 曼谷当地旅行社担心 这会影响游客的富泰热情 受此影响 泰国旅游相关公司的股价出现下跌 菲律宾近期遭遇洋葱危机 价格暴涨 2022年12月 菲律宾市场上每公斤洋葱 700比锁约合87元人民币 是同期价格的10倍 甚至比一些肉类的售价还高 为缓解危机 菲律宾加大洋葱进口等措施 目前非多地的洋葱价格已渐渐回落 但路透社称 菲律宾此次进口的时机 赶在非国内洋葱收获忘记到来前 导致当地农民利益受损 据俄媒报道 莫斯科时间16号凌晨 一颗直径800米的行星 以每秒24公里的速度掠过地球 位于赤道以南的国家 如南非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的居民 能看到它 这颗小行星被命名为2005YY128 此前科学家用模拟程序 展示了它的运动轨迹 他们对该行星的观察 已持续17年 15号 由于大量降雪 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 发生多起雪崩 已有1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在霍罗格市 雪崩造成22栋房屋受损 救援人员从雪堆下 救出9名居民 在霍罗格不远的地方 一辆载有乘客的小巴 遭遇雪崩 数人受伤入院治疗 当地气象局发布雪崩预警 此轮雪崩威胁 或将持续到19号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收看 今日亚洲再会 Oonder 日本亿 私在联系要扩 我们长春坎 这部37 当地气消防 噔estä